57岁港星钱佳乐街头与人打架,被对方打倒在地,双手护头不敢还手。 近日,有网友爆料香港知名男星钱佳乐在街头与人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,爆料者还晒出视频,从画面来看,红衣服男子应该就是知名香港演员钱佳乐。 在视频中钱佳乐先是与男子口头冲突,然后对方先出手对钱佳乐进行攻击,双方便撕打在一起。 开始的时候钱佳乐可能是因为太气愤,直接将对方打倒在地,可是随后对方男子也是不甘示弱,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还击。 钱佳乐见对方一直在攻击自己,自己也没有一直还手,导致对方变本加厉地进行打击。 最后钱佳乐蹲倒在地,双手护住头部任凭对方殴打,钱佳乐也是不敢还手。 对此,不少网友们都表示心疼钱佳乐,毕竟钱佳乐已经57岁了。 对此,不少网友们都表示唏嘘不已,甚至吐槽钱佳乐身为知名武打男星,竟然被一名男子打到这样的程度,真的有点不可思议。